如果是年轻人他说 如果是我们自己染疫 倒没那么担心 但是呢 他家里有小有老 所以他其实担心的是自己的家人 那指挥中心就一句话 政府就一句话 从今天开始我们台湾与病毒共存 然后呢 有没有说清楚 我们与病毒共存的一个现实就是 我们要心理准备 一定会有人 可能有长辈有至亲的家人 会没有办法跟病毒共存 离开我们 指挥中心有跟我们说清楚吗 我们首先来看 又一个宝贝离开了 宝贝的离开真的是 一个宝贝的离开 就已经让家人都很心痛了 来 罗友志说 错误的政策会比杀人更恐怖 你认同吗 我们先来看 为什么呢 突然间有一个数字 22天 儿童疫苗的政策翻转 首先昨天 李秉颖 大家问到 昨天还前天我忘记 反正这几天 大家就很担心 听到很多小朋友 为什么这么快的离开 因为呢 脑炎的部分 大家就问了 那你要不要告诉我们 怎么预防脑炎 他说唯一预防的方式就是 不要感染 目前能做就是停课或者是打疫苗 我觉得你这样子的说法 其实我昨天想了一天之后 我又再回来 我今天就更 你知道又想照剧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那你要不要告诉大家说 那干脆大家都不要出门好了 不要上课 不要工作 我们台湾疯倒好了 那病毒就不会进来 不是这样子的嘛 我们现在就与病毒共存了 你就不要再告诉我什么停课啊 对不对 好 说到打疫苗 实际的 但是呢 我们再来看 这个22天 好 22天前 当然不是现在22天前 3月24号 会议记录 召集人 有来给我一个提示了 左下是不是 哪边 这边吗 来这边 来这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 到底小朋友要不要打疫苗 那指挥中心当然有经过讨论啊 好 3月24号的时候 李秉颖 好 召集人是李秉颖 好 记录 很明确的说 暂时不建议5到11岁的 儿童族群打疫苗 好 当时说不要打哦 马上的22天之后 4月15号 李秉颖又改口说要打疫苗了 请问 到底是要还是不要 为什么一开始会做出不要打疫苗呢 因为你知道 一个政策 下去哦 如果不要打的话 那国家冲 我们到底要不要规划 买那么多疫苗 这个层层SOP都是关联的 晚一天打 可能就会有影响到这个疫情 好 错误的政策比杀人更可怕 老师 下一个关键的问题 台湾现在死这么一些人 我看到一些绿的 就去拿个跟国外比 跟他的祖宗米国人比 说那是多少 可是对我们来讲 我们不能够忍受了 这个样的死亡数字 就刚刚那个王任贤意思讲的 就是因为你政策乱七八糟 那我们今天 两千多人 我认为可能会都 里面很多都是冤死的 那就因为你政策乱 好 回到这个最具体 我在这个节目上 礼拜六 我自己是问 问了好几次是说 这次要逼避他们有一个关键 从原来完全清零 什么时候要转换成共存 你们这些高层 你们什么时候讨论的 什么时候做了结论的 请把这个公布 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啊 如果是刚开始疫情来 我们就措手不及 那你说慌乱还有话讲 这个已经两年多 另外是 像我们等下会举到很多例子 新加坡各种各样的 他们也是从清零 转换成共存 经验在前 那如果你天天吹牛 超前部署 当你决定要转换政策的时候 你不是措手不及 那你怎么会弄得 好像是措手不及 慌乱成这样子 所以这天 不要讲说有问题啊 你至少失职嘛 请把这个东西弄出来 那具体的其中一个例子 在有关儿童疫苗这些部分 罗友之就指出来啊 你李秉一普通 不是拽得很吗 一副权威的样子 3月24号公开讲 小孩子不用打 儿童不用打 你到了4月15 22天 你就忽然间大反转 这个说得过去吗 如果加上我前面讲的 你们根本经过算计 经过疫情跟选情各种各样的考量 知道要放啊 那你怎么可以完全没有准备呢 不要讲筛记 PCR 病床什么什么 儿童这么宝贵的事情 而且人家 新加坡是很早就打了 而且普及率达到一定程度 听说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一个儿童死亡 那我们死了很多个 我还是讲很多个 那这怎么可以交代呢 所以我是觉得说 不是我们吹毛求疵 不是我们找他麻烦 从具体的检验 整个这个数字 整个那个数字 每个下面都是一条人命 然后回头检查你的政策 那加上你的这个作为 很清楚是 绝对是失职 而且我认为这个失职 是不可原谅的 不可原谅就是说 他本来早就可以防范了 更重要我认为如果查下去 后面是故意的 就故意就是故意杀人 你说意外杀人 那你还是 过失杀人还没有办法 你这个是故意杀人 而且是为了配合你们的 其他的政治目的 包括商业目的 卖筛记 卖口服役什么什么东西 那你这个不是太大的 罪孽吗 所以郑珍琪老师 你是觉得说 我们与病毒共存 这个时间点 其实是有考量到选情 当然啊 不但考量到选情 我认为他就是被我乱 乱的时候 整个大家慌乱的时候 他不然间偷渡 他的那些药商的关系 把什么筛记 这样可以 可以很快快速通关 所以我说他们 还有经济利益考虑 他们就是认为说 很快嘛 我都已经讲过很多遍了 他们就五月六月高峰 然后七月 后面八九十十一 四个月 台湾的老百姓 前面那个乱象 什么口罩啦 什么排队啦 都忘了 更不要想什么筛记 然后民进党到时候 怎么办 第一个一定是制造 反中 脑共 这个疫情又来了 制造这个危机感 第二个 国民党或者过去 什么威权体制 拿来这个专当提款机 然后第三呢 开始做各种各样的控制 打击异己 他们早就准备好了 民进党把行不行的 参与最后啊 所以他们经过估算 还有后面四个月可以操作 到了七月的时候 已经疫情过了 然后开始 他们连防疫过程中 都已经在计算 都已经在算计选举 我们等一下会谈到嘛 他们最近就布军 这个放到台中去 包括那种几个什么的 这个儿童的这个 打的战 马上配合文宣就出来 他们是有计划 都已经在搞选举 你的死亡 你的重症 你的确诊 你的生活受软了 都在他的认为可控制范围 讲不客气一点 他只要赢你一票赢了 位置就拿到了 所以他们不是跟我们一样 我们任何一个家人 像刚刚主持人讲说 有任何一个人确诊 或者是感染 吓得要死 对他们来讲 冷冰冰的数字 而且是在估计范围之内 这个才是我认为是残酷无情 这天我经常说这天 民进党这天都不是人 真的是不是人 像聊天室里头野兔子就问 他说为什么孩子们的脑炎 这么重 好像别的地方 没有爆这么多 你知道吗 其实为什么李冰颖的话 大家要拿出来放大检视 因为什么叫专家 什么叫指挥中心 你要知道 全台湾都听他们的 所以每一个决策 每一个政策 都是攸关我们的防疫 我们的疫情 小朋友的部分 我们先来看 一岁男童 确诊三天后过世 这对妈妈来说 都是很难以接受的 虽然说他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但是如果说他没有确诊 这波疫情没有延烧到 小朋友的身上 或许他的生命 不会这么早的离开他的爸妈 好在今天 一样新增两例儿童脑炎 好儿童脑炎 现在在台湾累计多少例呢 累计17例 其中5例是死亡 所以对爸妈来说 大家想问李冰颖 那为什么 怎么样可以预防脑炎呢 结果李冰颖就告诉我们 我也不知道怎么预防 连指挥中心都说不知道 那你要我们老百姓 怎么办呢 好来我们先让杨明 先一分钟 等一下我们进一段广告 回来会让你继续讲满 对啊 其实我想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我们这个这几天都有在讲 3月24号 当时我们的这个指挥中心 这个专家会议 有这个预防接种的这个咨询会议 说小朋友 我们目前还不暂时建议 不与这个接种疫苗 结果呢 4月中嘛 那个你刚刚你们那个新闻是写4月中 那实际上通过是4月20号的会议 不到一个月啊 不到一个月突然就是一个转弯 从不打到打 对 然后呢召集人就是同一个叫做李冰颖 这场会议的召集人就是李冰颖医师啊 那为什么3月24号你说不用 4月20号这场会议就说可以 4月19号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那个新北两岁小朋友的过世 黄昀明其实讲的 讲到一个重点 我们刚刚还在想 到底我们原本的规范 小朋友先不要打疫苗 到要打疫苗 这20多天 难道是我们指挥中心 领悟到什么了吗 我们说国外的考古题参考题 国外的事件 SOP人家怎么处理的 奇怪我们台湾不能参考吗 参考你最爱的美国爸爸的SOP 不行吗 我们先来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运转 这两场会议 就是说突然就改变了一个态度 那我在想 第一个就是说4月19号 我们那个恩恩的这个小朋友的事情 那时候新闻媒体上面都已经曝光了 那时候很多家长心里面想的就是 那如果我家小朋友发生这种事情怎么办 我是不是可以打疫苗 那时候整个社会的氛围开始是 儿童想要赶快打疫苗 可是因为那时候也我们整个全世界也只有5到11岁 有这个疫苗嘛 好那现在重点就来了 这两场会议 我们知道会议记录 网络上公布的会议记录就只有决议 就只有说啊 为什么我们做出这个决议 就只有决议内容 没有讨论的过程 没有说哪一位委员发言说 比如说什么什么 比如说24号 他是说因为我们还要收集更多疫苗跟儿童的安全的证据 结果到了 过不到一个月 他就说我们目前觉得我们可以来推动了 那到底收集了什么安全证据 要拿出来给民众看啊 那你看今天蔡总统 这是总统脸书 他今天贴了一个梗图 看起来是要这个 说他说了一句话叫做 公开透明有助防疫 虽然说你知道 他这个其实是要搭今天6月4号 讲纪念六四33周年 可是呢 为什么会是公开透明有助防疫 那麻烦你把这两天这两次会议的所有委员的这个发言记录通通列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会议里面到底是谁在打 3月24号那场会议到底是谁在打儿童的打疫苗 到底是谁说不要打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决定 这个责任要把他就抓出来啊 你看那个有志哥他讲得很好啊 他就是说你看嘛 如果我们早一点 就算早那一点点时间 会不会就有一些小朋友 5岁 像前两天有一个基隆的是9岁的小朋友 他可以打疫苗的啊 对不对 就是我说 即便我们现在只有5到11岁可以打疫苗 但是像这样的一个会议 你可不可以把这个会议记录都公开 完整的发言记录公开 这有什么不能公开的吗 总统说的哦 公开透明有助防疫哦 总统说的哦 不是我说的哦 是总统说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简单 第一个就是我们对小朋友的这一块哦 如果今天李秉宁就是用一个说 啊没有想到意料之外 我天哪 我们的专家召集人就只会讲这种干话的话 你叫我们这些家长该怎么办呢 不要感染就好了 哦不要感染就好 请问病毒会跟你说 啊来来来 请问你要不要感染吗 不会啊 就是这种 这种无助于防疫的言论 真的不需要在媒体上去受访的时候说 是 像我觉得李秉宁是最后 你只是告诉大家 我很无能 这句话其实就是我很无能啊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感染啊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 你看政府一直讲超前部署 这一次到底超前部署了什么 可是我觉得啊 政府也没有叫我们不要感染 因为他叫我们与病毒共存 不就意思就是 迟早我们有可能你会被感染吗 是啊 所以你看哦 3月24号没过多久 马上开始我们这个疫情就开始爆发嘛 4月初 4月6号总统是在官邸开这场会议嘛 防疫会议 那时候你看找这个高雄 找这个桃园的首长 其他六都都不少 对我记得 对就找这两都 强调说因为这跟边境的防疫有关 好只有这两都跟边境防疫有关 好 找了之后呢 开完会 出来做的决议叫做新台湾模式 我们要正常生活 好 什么重症要清零 有没有 讲了这些东西 可是呢 那个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去研究国外的一些案例 比如说对儿童的影响是什么 对这个什么 包括中老年人的这个安养中心 我们是不是安养中心要特别去加强 防护也好 或是比如说快塞司机要先优先采购 没有 都没有做 我们的防护相关的这些防御措施 都没有做好 直接让病毒进来 直接共存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说 政府你每次都跟我们讲说 啊我们准备的很充足 我们有什么什么几亿的 什么快塞司机什么的 可是每次到了需要的时候 奇怪 疫情来的时候 哇 怎么大家就要抢呢 大家就要排队呢 然后呢 到了你知道第一轮的实名制 到现在还在实施啊 实施了一个月又两个礼拜啊 你知道吗 下个礼拜已经是第二个礼拜了 一直都不进入第二轮啊 他现在说 准备要进入第二轮了 那请问一下 大家现在 大家再去排队的时候 你会不会又要骂人家说 啊什么 快塞乞丐 什么是不是什么买不起超商180 要羞辱人民 我说这样的政府实在是很糟糕 那明明就是一个你都可以做好准备 那我再讲一个今天的数字 今天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数字 就是我们的刚刚这个图卡上面有讲到 有一个99.69的这个轻症级无症状 前一段时间所有民进党的这些高官显贵 包括前总统 前副总统陈建仁 总统蔡英文 这个行政院长苏贞昌 陈时中等人都强调 轻症级无症状的比例高达99.7 有没有 有 今天跌破这个大关了 是 今天跌破了也不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就你知道吗 这个比例已经开始降低了 虽然只是一点点 只是0.01% 那这代表的是什么 这其实某种程度是一个信心的崩盘 就是中重制控制不住啊 你讲的新台湾模式的重症求清零 重症没有变成清零 越来越多 现在是千分之一 在我们这个四月中旬的时候 它的重症率是万分之一 十倍 也不过四十多天 变成十倍 所以我们的这个医疗量能也好 我们的这些疫苗的准备 快筛四季的准备 我们所有防疫物资的准备 都是一个落后部署啊 根本没有超前啊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 接下来我就要看 大人哥 陈建仁 前副总统 要不要再讲一次啊 99.7啊 还是你要99.69 反正四十五路都是一样 99.7吗 你们要讲多久 这个数据就是会浮动的 结果一天到晚 你知道最近这一个礼拜 他们都要强调 我们的死亡率 世界很低啊 怎么样 拜托 我们疫情还没有结束好吗 就如果今天要讲死亡率 我们的万分之8.7 今天是万分之8.7 千分之0.87 这个数字已经是一个月前的四倍 一个月就增加四倍 对 所以你知道 这让人很难过就是说 我们其实你知道全世界 那有点像我们家很多人都这样都用这个例子 全世界都写了一个open book的公开考卷 让台湾参考 结果我们完全看都不看 对 然后我们就说 没关系 因为 病毒来吧 我们要共存 今天我看蔡英文 陈时中 他们去访张机 就大战彰化模式 然后有很多国外的投书 全部 你知道吗 我纽线的朋友跟我讲说 你知道吗 台湾还在纽线登广告 登什么广告呢 我告诉你会吓死 台湾can help 台湾need help 我们现在还怎么help人家 各位 然后陈时中 苏贞昌说 也是难下去视察 反正呢 这些高官走到的地方 都说台湾好棒棒 都说台湾疫情控制的 哇 真的是好啊 世界看好了 就只有台湾可以这样 但是事实上呢 中天观众有好康 就是请你上快点购 买这个乌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举两得 当然我们现在有推出了 三种好康的组合 有效帮你保护起来保护家人 那么防疫不能等 赶快上快点购来买 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108就有折扣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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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